最近呢 好多朋友看了我的这个视频 然后就有一个朋友特别 这个友善的说 说你以前是主持人 虽然现在不做了 但是是不是还用这个主持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说你别骂人 你这个录视频都是老骂人 比如那个口头肠叫傻逼 说你老说这个好像特解气 特顺嘴 你能不能这个不骂人 我说不能 这为什么 我说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司马加图的那些这个粉丝 司马加图这个反美 大家都知道 然后发了这个一篇微博 是专门是反美的微博 发完了以后扭头就上了飞机 就去了美国 和他老婆和儿子团圆 结果在美国机场被夹头了 这故事我们都说了一百多遍了 为什么老说呢 因为特开心 所以就老说啊 然后就这个我觉得就是这就叫人格破产 这种人 哎 没有 还有一堆人追在他屁股后的说 他就是英雄 他就是民族脊梁 虽然 他这个说话不算数 虽然他到美国买了房子 但他依然是脊梁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怎么 我用一个什么词 来说他这些粉丝比较合适 忠诚 够交腔 没有 我是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傻逼 就没有比这词更合适了 所以大家凑合听啊 反正这俩字呢 也不是这个整个这个诉说的这个主旋律 因为这俩字这个用在他们身上太合适了 所以这个没办法 这个必须要用 而且这些人呢 就是我觉得傻逼真是很轻 说他们啊 这些人非常坏 这些人围剿你 或者这些人在底下给你使抱啊 是可以要你命的 对 他们连你的这个 不要说你的名誉啊 连你的生命 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这这这这种人饿到几点了 这个司马家头和他的粉丝们 所以说傻逼都是轻的 真的啊 嗯 在这个这个反转基因的这个过程中哈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时间非常漫长 就很多朋友说过说那我们能吃什么呢 说心里话 没什么可以吃的 真的 没什么可以吃的 呃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涌现了一个念头 我说像美国 你看他还有这个叫whole food 这个就是专门卖有机产品的 像德国有机产品已经全部铺开了 像欧盟 那简直就没有这个转基因的力追之地 这些从国家层面上他们都可以做到 我们既然在国家层面上做不到哈 私人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努力呢 呃 我动过这个念头 就是说我能找到并且给大家提供一些 这个安全的食品 就是非转金的 或者说有机的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事我想简单了啊 在我开始找的时候我就觉得 太难了 当时是我是和我一个东北的朋友 我们俩做了一个公司 就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准备做这些 这个有机的食品 嗯 我印象很清楚 当时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 叫招商嘛是吧 呃 大概来了几千家企业 两三千家企业啊 嗯 然后就在这个会上我就讲了 这个我们准备要什么样的产品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产品是达标的话啊 你就跟我们联系啊 讲完了以后一散会 跟我们联系的大概就是不到一百家了 就几十家了 可怕吧 就几千家企业呀 这一眨眼就剩下几十家了 也就是说这些人都知道他这个产品不合格 然后这个几十家以后我们就开始谈啊 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 这时候呢就剩下十几家了啊 等到最后谈成 我们可以开始做哈就剩下几家了 就剩下几家了啊 就剩下这么几家了啊 嗯 也就是说 呃这些人知道他们的产品达不到这个要求 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我说凡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这个厂商啊 他自己心里都知道 全都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坏啊 真坏啊啊 不是我们想象那样 是他无意当中 是因为他知识储备不足 呃他他他在这个执行过程中犯的小错误 不是 是他们知道 他知道他生产类的东西就是有毒的 就是不安全的 呃就是加了化学添加剂的 他什么都知道 他就是为了省成本啊 就是为了多挣钱 所以他就生产这样的东西给老百姓吃 然后他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他和他家亲戚不吃或者少吃 嗯 就是中国做食品的就是这么一群人啊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后来我们那个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呢 我记得那天是大概凌晨五点钟六点钟吧 我们的那个产品要上线 要在网上上线 所以在四点钟的时候 我在和这个农业工程师 还有我们那个团队还在忙着就是看这个整个发布的这个呃 网上的这些呃 这个网站啊 有什么问题 哪个环节有什么问题 一直在看 看到四点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就回宾馆睡觉去了 睡觉就睡不踏实 就是老觉得好像还有什么事 没弄好 这个大概就是五点多钟 应该就是五点多钟不到六点吧 上线了 上线可能连五分钟都不到就出事了 然后就通知我赶紧去 我就跑到了那个公司 出什么事了呢 嗯 我们那里面有鸡肉 还有这个牛肉啊 这些东西 这应该拍我们自己产品的照片 这些产品是我们自己找来的 是我们自己检测的过关的 但是呢 做网站的这个孩子没有 他就是从这个网上的 就我也不太懂啊 叫网上的一个什么图片库 就是说谁都可以从那里找 他们就得从这个图片库里找了几张图片贴上了 贴上了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你们的东西 这是图片库里的东西啊 也就是说你们连自己卖的这个东西的图片 你都不敢贴出来 你怎么证明你这个是这个合格的呢 这个 我觉得我们具体揪起来哈 也不能说没问题 这还是有问题的啊 这这是管理的问题 但是冤不冤呢 多少有一点晕啊 那些孩子知道我们不懂啊 我们以为那就是我们拍回来的照片呢 我记得当时我气得嗓子就哑了 就说不出话来了 然后天亮以后就开始更大的波澜 就这件事儿全国大概有四百家媒体都报道了啊 报道我们反正各种各样就是这个报道就没有说我们好的 那肯定是 你想想那是巨大的压力啊 后来我跟那我那朋友说 我说别做了 别做了 真的 我说你这个团队做不了这个事儿啊 这个我们要求就怎么搞就要这么细 就是你连这点事儿 你连图片的时候都搞不定啊 你将来做产品 你要能搞定才怪 别做了啊 然后我们就解散了 这个前期也花了花了一些钱 然后就再也没做 后来我我还跟两三个企业合作过 那两三个企业合作就更倒霉了 那几乎就是冲着骗你来的啊 花言巧语 这个我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啊 好在 这个我坚持了一些原则 我们上线的那个有限的那几款产品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出问题 我现在跟大家讲讲 就是说我们怎么保证我们这个产品不出问题啊 最简单就是我找了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叫SGS 它是瑞士的一个第三方检测机构 它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非常注重生育啊 然后非常严格 就是没有条件可谈的 他来监督我们的产品质量啊 那么他监督呢 他有这个很多种监督方法 比如他有全过程监督 那他从你的水土就开始监督啊 然后他有这个生产线监督 就是监督你整个生产线的这个这个生产 他也有这个这个就是 食物监督 食物监督就是你生产好了 包装好了 他来抽样 做监督各种各样 你是根据你的产品特性 来让他选择不同的监督方式 这就有点像那个财务的那个四大会计公司 安永啊 普华永道啊 就有点像他们 就是因为这些公司有上百年的历史 他是自己非常注重自己名誉的 比你一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个 这个小食品公司啊 他比你这个这个对名誉看得更重啊 他不会为了包庇你而出手 他只会严格的要求你 那么能通过他来检验的啊 中国的食品 我可以说是凤宝麟角 啊 非常少 嗯 现在呢 我们比如说 现在我们经销的有一种酒叫崔永元真酒 这个酒呢 就是因为我不会喝酒啊 嗯 就是就是会喝酒的话 我也不会推销的时候 告诉你们说这个酒好喝 因为这个酒好喝 它是个主观标准啊 有些人觉得好喝 有的人觉得不好喝 因为他酒分清香啊 酱香啊 浓香啊 他分好多这个香型 呃 基本上一个人喜欢一种香型 那他对对对另一种香型就是排斥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第二呢 就是说 假定你就喜欢一种香型啊 你就喜欢清香或者酱香 一种香型 那么一让这个酒更香 让这个酒的酒花更好 让这个酒变得更粘稠 甚至让这个酒有一点颜色 比如黄色 就是表示放了时间很长 这些啊 都是可以做手脚的 就是说 你不用放那么长 你也不用固体酒花好 你也不用管这个酒香不香 我这个就是 把那个各种各样的那种 那种调味剂 那种化学剂 给你掺进去 这个酒就成了一瓶特别好的老酒 啊 这个 在做酒的这个行业里 司空见惯 所有人都懂 只要他是做酒的 他就懂 啊 那么我们是坚决抵制 那我 我做的酒里就绝对不动这些手脚 绝对不能 不动这些手脚 那个酒那最好喝到什么程度呢 那也就这个程度 所以我说 一个酒啊 我觉得最好不要宣传他好喝不好喝 你要宣传他安全不安全 因为既然好喝可以动手脚啊 那我觉得安全还是敌位的啊 呃 我们不能为了这个 这个 好喝 连安全都不顾 是吧 啊 那真成酒鬼了 我觉得 嗯 这是村友园真酒 茶叶呢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在卖 在卖这种 那个白茶 茶叶就更要命 茶叶呢 这个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出口的茶叶 非常非常少 而且基本上是做原料 啊 是做人家那个大泡茶的那个原料 整茶叶 整茶出口的不多 嗯 我们过去就是茶叶大国呀 对吧 鸦片战争的时候 我们用茶叶 用丝绸 用陶瓷 那好 把鸦片都干掉了啊 这个 为什么 这个这些年不行了呢 我觉得 茶叶最主要的就是 两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 农药残留 一个是重金属残留 啊 这两个就是 呃 已经成了心头之话了 因为他这个农药残留 不是当年 就是今年的茶叶 我用今年的农药 它不是这么简单 它是从这个茶叶一出内芽开始 一直到最后采摘 这不停的用农药 一年四季的用农药 一年接一年的用农药啊 所以这个农药残留 已经成了这个 成了它的标签 成了它的标志 好像茶叶 呃 就是茶加上这个农药啊 加上农药残留 合起来才叫茶 还有这个土壤里的中金属超标 这也不是这个 不是 这个 一日之工啊 不是不是一日之工在造成的啊 这些东西都很难解决 所以我们就漫山遍野的去找这些茶啊 这个 现在卖的这点茶呢 是从一个山的山顶上 这个 找到的 这非常侥幸找到的 这个 我也不能告诉你是在哪个山顶啊 否则那个山顶马上就完蛋了啊 这个 很少 量非常非常少 而且我们不敢 不敢那个敞开收购 比如说 这个山顶的茶特别好 那么这个山上的茶 或者山下的茶 我们全要了 完了 马上 马上 马上农药也跟上了 然后这个 这个什么添加的东西跟上了 就就你只能悄悄的这个打枪都不要悄悄的进身 而且呢 今年我要了这个山顶的这个茶 明年就不一定要了 就是每年都重新做检测 啊 那个反过来再说 这个茶好喝不好喝呢 还是我那句话 好喝不好喝都是次要的 安全才是敌位的 啊 因为我们这么做食品啊 所以就是 我们就没有心思 就是说拍那个花了胡哨的广告啊 我们有时候老觉得 那个花了胡哨的广告啊 也是推销这个不合格产品的一种 这个遮遮掩手段啊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广告拍的也傻一点 土鳖一点啊 就是让大家能能能 能看清是什么意思 最好让大家能看透 这样呢 这个可能才符合我们做 食品的这个规矩啊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两个我们的广告啊 确实我说土鳖就土鳖 它就是非常土鳖的广告 但是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啊 看看我们的这个广告 真是想 其实啊 绝大部分茶叶啊 你抓起来都香 甚至比我们这个都香 但是你要去拿到这个实验室去化验 化验它各种指标 比如说农残呢 重金属残留啊 你就觉得它那个香无所谓了 这个香不香呢 主要还得看那些硬质标 要不光香也没有 香还得这个 符合安全标准 本产品通过SGS285项农药残留检测 全部零检出 这就是有机的茶叶 朋友来了 有好酒 我们这个酒是最最安全的啊 经过了这个SGS的检测啊 朋友来了有好茶 朋友来了有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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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纸 我们用的这个纸都是 都是这个特别好的纸 好茶 好茶 好酒 好茶 好酒 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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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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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好友 三好 从小的时候就追求三好 三好学生 身体好 学习好 思想好 现在岁数大了 你要好茶 好酒 好友 不会喝友 但是我们这茶是真的好 土吧 特别土哈 土没事真的 土鳖这个听上去不好听 但是还挺有尊严的 我觉得土鳖比傻逼好 我记得当时的那些傻逼攻击我的时候 就说这个村友园 你看他为什么抹黑转基因 攻击转基因 他那么来情绪呢 他那么这个不吸力气呢 他就是想卖他这个 非转基因的东西 居然还有一些人信 就这信的都是傻逼 真的 我告诉你你傻在哪哈 这个全世界几乎都没有说生产农产品 挣钱的 真的 因为这个像美国的那些转基因的卖到中国 他怎么挣钱呢 他都是政府有补贴 这个政府补贴到什么程度呢 补贴到那些这个转基因的黄豆和玉米 在美国的离岸价 比这个到中国的这个盗案价 就是还要贵 就是政府给他补贴那么多钱 补贴完了以后 他可能这个一毛八一斤 卖到中国 盗案价 到了中国 改成一毛五了 他挣什么钱呀 没挣钱 都是政府补贴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把中国的农业打垮 因为我们的农业 政府补贴有限 没法跟他拼价格 所以用不了几年 我们的黄豆 我们的这个玉米 没了 种不了了 因为这赔本的买卖 那是农民是不干的 当你种不了的时候 你这就是他的转金的天下的 这不现在我们开始种了吗 好多人会说 这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呀 有关系呀 你用的是人家的种子呀 你用的是人家的专利呀 你看呀 这以后就给你要钱了 对吧 阿根廷就是因为这个啊 阿根廷成立了一个国家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什么呢 是专门帮美国的种子公司来要钱 因为那个农民他觉得你这种子太贵了 他他种着种他不给钱了 我不给你钱了 不给钱了不行 政府成立了一个机构 专门帮着美国要钱 要他的专利费 啊 所以你的农业就被人攥在手里了 你再守点法 你守专利法 你不侵犯专利啊 那么你都没有种子 你自己都生产不了出来种子 这个事其实就这么简单 啊 所以我们现在农业 应该是让人这个忧心忡忡的啊 第二就是我们卖这个农产品 那那挣钱 能挣什么钱呀 跟你说啊 这个 我们这个这个这一队小人马 现在卖这点酒 卖这点茶 呃 卖米啊 卖个十几样东西吧 一二十样东西啊 这个不如当年 呃 我辞职以后到各个台走穴 当导师 啊 当主持人啊 不如我们干两期节目 挣的钱多 啊 就是我这 我随便站着做两期节目 我就可以挣的 比这个 卖成农产品一年还要多 省心不省心呢 对吧 所以说你们相信 我反转基因就是为了卖非转基因的东西 那你只能是 我只能说你是傻逼 啊 呃 如果你是脑子没没想明白 那就挫败你了 就挨骂一下挨骂一句吧 你从今天开始想明白了 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摆脱那处境啊 不是那么回事啊 嗯 通过这些年的摸索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种粮食的和这个卖农产品的啊 都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没有什么前景的 如果说你把它作为一个生意来做啊 这应该不是个好生意啊 你能做到不赔薄 你你已经算是个精明的人士了 或者算算是个人物 算是条汉子了啊 一般的都都做不到啊 像农民种地说一年能挣多少钱 能挣几十万 你们帮帮我 我才不信呢 没人在受啊 呃 像农业部说的 我们连年大丰收啊 连续13年还是14年大丰收 那就是农业部 蒙国务院玩呢啊 这个我希望国务院别信 呃 如果国务院要 要是呃 有决心啊 今年偷偷的来个抽调队 来个调研队 在这个呃 农业这个农业部号称的农业的丰收季节 到底下去暗访一下 查一查啊 这个一定会水落石出啊 这个如果我们都相信农业部说的 就是获得了大丰收 那我们就是一群大傻子 嗯 农业部这些人也看明白了 就他就是没有人查 就是你你张嘴 你胡说就行了啊 所以他就连年打放收啊 呃 这个颗粒归仓 那个粮粮食都 那个囤粮食的地方都满满的 只要中央调查组一调查就着火 就烧了啊 都不敢去调查了啊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发生了这个储存的粮食腐烂 发生 只要网上有这样的消息啊 他们会发疯了一样 把这些消息给摁死 你就不让他出来啊 农业部就是 就是干 就是干这么几件事 一个是吹牛 呃 第二是撒谎 第三是 这个 呃 掩埋撒谎的踪迹啊 就是就是干这么几件事啊 中国农民是 最可怜的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农民还是最可怜的啊 嗯 可怜到昏昏恶恶都没有方向 你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啊 今年让你干这个你就干这个 明年让你干那个就干那个 然后干哪个都挣不来钱 干哪个都富裕不起来啊 呃 2006年我们长征过 当然离现在有一段距离了啊 走的呢 那都是非常艰苦的地方 你想当年红军长征 他不可能走 这个通天大路 对吧 那都有国民党围追堵截呢 他走的全是那些贫困 贫困贫困的地方啊 那我们什么都见过 我们见过 两三年没吃过菜的 就是一贯的咸菜 然后蒸一点米饭啊 这个 我们见过家里没有房子的 我们见过这个 家里裤子不够穿的啊 06年啊 2006年啊 我们什么都见过啊 呃 当然我们也做了不少好事 也尽最大可能帮助了这些人 但是走完了以后 这个心里还是挺沉重的 我觉得这个沿路的这些老百姓啊 当年都是支持红军的 支持革命的啊 把家里那点盐巴 呃 那点粮食 甚至把自己的亲人都送到红军队伍上来啊 然后今天胜利了 解放了 这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 包括改革开放 这些红利啊 这这这些成就 是不是 他们也能均摊一些啊 他们也能感受一些啊 这个 不能把他们忘了 嗯 我这个忘了他们 我觉得 不应该啊 这个 我们老说这个没有老前辈 没有前辈那些努力 就没有今天嘛 其实没有这沿途支持红军的那些老百姓 也没有红军的今天 换句话来说 也是没有我们的今天